大家好 木瓜啊 哎呀晚上吃完饭了 看了新闻啊又看了留言 好多美国的网友啊 给我留言 说多亏了我提醒他提早一个星期 这美国形势啊 啊 每日都在变化 那么提早一个星期啊 他们抢到手的东西 转手啊 如果去卖可以翻好多倍 那么他们呢也不打算卖 因为留着自己保命要紧 我呀一个星期之间提醒他 买水买菜买肉买米买面买粮食 买枪支弹药 买药品 啊 我后来又提醒了啊 美国啊这次疫情啊 是不是 如果你被隔离了还要自费 还得准备啥 准备钱 还不如准备啥准备这个 退烧药 只要你不发烧 别人测量你体温你不发烧 你就不会被隔离啊 被隔离一时自费啊 人才两空啊 所以啊 退烧药最重要 那美国华人呢给我留下很多留言啊 非常感激我呀 说是提早就准备了 而且啊 是不是啊 现在 东西已经入库了 人家不紧张了 是不是啊 救了全家一命啊 感谢我啊 不用感谢我呀 是不是 你这个都是中国人吗 反正你看我视频肯定是爱国者 不爱国者啊 咱们也不用告诉他们啊 他们自己去跟着美国人看我鼻孔看我鼻孔啊 扫平一切 那超市里不知道能不能扫平一切啊 扫平一切 好了 说到扫平一切啊 我就想起啊 远在纽约的那对夫妇啊 媳妇 媳妇 啊 怎么样啊 你老公看我鼻孔 扫平一切了吗 赶紧让你老公啊 看着鼻孔 扫平一切呀 不赚了钱了吗 赶紧扫平一切呀 是不是 另外呀 石栋 我跟你说啊 你呀 现在麻溜的赶紧的去扫啊 一定要扫平一切呀 在美国 那超市里还剩啥你就扫吧 反正啊 你肯定晚了 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去还不晚 还有啊 你呀 先别着急走啊 临走之前 赶快把衣服脱下来啊 你别这么着急 听我把这话讲完啊 你扫平之前啊 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你啊 你这次出门啊 啊 会有两个后果 底层逻辑来了 底层逻辑来了啊 你这次啊 你要听我的 你去扫平一切了 上超市里去扫了 扫过了 啊 扫平一切了 是不是 网上扫 超市扫 扫了 你要扫了 底层逻辑啊 俩结果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去了 就俩结果 你要去了 或者没去吗 是不是 底层逻辑 你要去 要不就没去 你要是去了 说明啥 说明使动啊 你啊 啊 你是啥 你是骗子呀 你是骗子啊 使动 因为啥啊 你看我说的话 你当真了 你啊 之前说的话 骗子 知道不是使动 啊 美国有那么好吗 美国制度有那么先进吗 你诋毁中国 结果怎么样 报应来了 你之前说的 是不是骗人呢 所以啊 你出门之前 要三思啊 啊 说明啥 说明你是个骗子 你之前说 美国那些好的 都是假的 你出门了 你囤货了 啊 第二种情况 你不出门 我死活 不出门 我不去扫 不去买 啊 你是啥呀 第二种情况 你是傻逼啊 这时候了 你不去扫货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人家聪明人 一个星期之前 我告诉你 视频 人都是已经扫货了 你这时候还不去啊 你真是个蠢货呀 所以使动啊 你先啊 别着急 你这个这脚啊 你踏出家门 两种情况 要么是骗子 要么是傻逼 纯货 自己选啊 石洞 你自己选 啊 媳妇啊 你老公啊 你的老公 是不是 这两种结果 要么是骗子 要么是傻逼 啊 反正啊 反正他就两种结果 要么出去扫货 要么不扫 我呀 我觉得你们俩 在美国啊 是不是 很快就会成为传奇了 很快 很快 哎呀 我呀 为啥呢 我这人还是讲感情的 我不希望啊 是不是 这么好个媳妇出事 所以我还是专门做一些视频 提醒一下石洞 要保护好媳妇 另外啊 把这个挣来的钱 赶快赶快 提现开始开始 放家里啊 美国 隔离一次啊 两万多人民币 三千美元 三千二 知道吧 三千二百七十美元 你们俩人就得多少钱了啊 快七千多美元了 自己啊 把这个美元开始赶紧提出来 七千多美元 我的妈呀 另外 我说过啊 媳妇啊 别告诉死洞啊 别告诉死洞 准备好 退烧药 感冒药 美国那 验你这个体温 拿那个枪验 不是你发烧了 发烧了 马上给你隔离 还你自费 美国是自费的 你没有保险 就全是自己掏 听见没有 隔离 在那隔两星期 吃住啊 用全是花钱的 我的妈呀 我出国旅游 也没花那么多 检测啊 检测也得三千多美金 两万块钱 给你检测都得花钱 你们马上就享受到美国的自由民主了 绝对自由 我的妈呀 刷刷就刷卡呀 夫妻俩啊 反正这个也不少挣钱 挺聪明的 把钱准备好了 石洞 石洞 赶紧 赶紧选择 出门或者不出门 囤或者不囤 出门之前 我告诉你一下 石洞 看我鼻孔 看我鼻孔 你不是美国公民了吗 现在 看我鼻孔 美国人呢 扫平一切 啊